我可以繼續做我的工作 保持保持法律和法律 保持保持民主義 保持民主義 保持民主義 畫面上您可以看到 在車上向街道兩旁民眾揮手的 就是擁有歐洲最美公主稱號的 西班牙大公主雷歐諾爾 她一身白色西裝 在31號出席18歲生日成年裡 西班牙王氏當天為她舉辦了 宣誓效忠憲法儀式 根據路透社報導 儀式上除了宣告公主已經成年之外 更意味著她正式成為父親 菲律普六世後的王氏第一順位繼承人 另外由於菲律普六世沒有男性子嗣 所以雷歐諾爾有望成為西班牙 超過一百多年以來的第一位女王 另外一位西班牙軍王也是三軍總司令 因此公主必須追隨爸爸的腳步 先進軍校完成一年的陸軍訓練 再依序前往海軍空軍學校 進行相關軍訓 那公主稍早在10月12號 參加國慶日遊行時 第一次穿軍裝亮相 展現出未來王廚的架式 也成為媒體的焦點 不過她想要成為女王 也面臨重重挑戰 因為根據西班牙人口網站民調顯示 有53%的西班牙人 傾向於廢除王室 大約有4成4支持保持現狀 也可以看得出來 西國內部對王室的去留 出現了重大分歧